你说呢 奴婢想 不如先忍了这一时 以求后报 忍是一定要忍这一时的 更何况我也不屑 对宋芝这样的人动手 忍着宋芝 不代表对其他人没有作为 宋芝之所以敢这样猖狂 是因为她背后有华妃 你们以为凭她就有这样的能耐 她不过一个区区小卒 小楚的意思是 杜甫前出赛的第六手 是怎么说的 摄人先摄马 擒贼 仙秦王 朕看了 这些折子都是 弹河年庚瑶的 朕也一一做了批示 是 奴才请皇上圣采 年庚瑶做事骄横 下面的人自然有怨气 朕 为皇上 不可不倾听百官万民的心声 自然要他们 有话直说便好 朕远道 臣在 朝廷里能说话的人 你都要替朕 让他们张开嘴来 是 皇上 前两日 朕问了年庚瑶一件要紧事 自然了 朕也想听听你们的意思 是 老八允四 和老九允堂 被关在宗人府也有些日子了 朕听说他们 不仅不安心思过 还辱骂朕与先帝 你们以为朕该如何处置 罪臣隐寺隐堂 结党忘形 他们若不思悔改 便是自作孽 不可活 舅舅以为如何 允四与允堂虽然有罪 但 终究是皇上手足 不如 请族中的尊长到宗人府 教导二人 朕远道 微臣以为 若只以为是兄弟 便可以罔顾君臣仁伦 或者他们不行兄弟之意在先 而不知悔过改错于后 那皇上就无须法外施恩了 三位爱卿说的都有理 朕在斟酌 皇上问及哥哥该如何处置 隐寺隐堂 你怎么看 大将军近日屡受弹劾 而皇上却 却包奖弹劾之人 恐怕大将军 正为此事欲不安 唯恐应答不当 又见罪于皇上 所以在这个结构眼上 就更不能随便回答皇上 是 若是说 对隐寺与隐堂两兄弟不留情面 来日若是哥哥也遭人污蔑 皇上岂不是要赶尽杀绝 娘娘实在多虑了 皇上怎会如此对大将军呢 这些日子 弹劾哥哥的人多 就连哥哥身边的人 也都出现了忘恩负义之途 皇上在这种时候 要哥哥回答这样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意思 也许 也许皇上只是随口疑问罢了 不会 皇上不会这样 皇上一直以忠哥哥 今日却有冷落之心 娘家一直对皇上忠心耿耿 是 皇上一定是被谣言迷惑 皇上并非不念旧情之人 娘娘若是觉得唇王齿寒 大可请大将军 在皇上面前多提礼仪孝道之意 以气请打动皇上 皇上顾此几笔 必会敢念大将军忠心 想起大将军立下的汉马功劳 可使隐私与隐堂曾与皇上争夺皇位 又意图动摇天下 是皇上 最厌弃痛恶之人 这样回答可以吗 自然 不可让大将军 劝皇上释放隐私与隐堂 可是 不妨 多提提往日君臣手足之情 同时略施一笔 以表忠心 想来这样 也就无妨了 这也不是为一个折衷的方法 皇上心软念旧 带娘娘是这样 带大将军更是这样了 你倒是逍遥自在 你倒是逍遥自在 皇上万福 臣妾也是无事可忙 夺揽罢了 皇上是从秦政殿过来吗 华妃刚才来见朕 是为年将军的事吗 是为你 当然 朕知道你已经尽力容忍了 皇上是不会相信的 是吗 是 华妃跟朕说你对她不敬 还带了知答应哭哭啼啼不休 她生性要强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那皇上如何打算呢 朕走这步棋也是不得已 朕不想你听到这些烦心是为朕担忧 朕只告诉你 年更要越来越放肆 朕是实在不能再忍了 皇上是天子 无所不能为 既然刀子搁在心头久了 也是该拔除了 朕忍到这一刻就是为了拔除的时候 朕跟利索些 要是换成你 你会这么做吗 臣妾明白 好 时辰尚早 朕回去看折子 你先休息 臣妾恭送皇上 明日朕在九州清宴设宴 你早点过去 是 回禀娘娘 皇上今儿晚上翻的 又是知答应的牌子 你下去吧 喳 两位姐姐听听 皇上又照醒了知答应 这几日哪天不是这样啊 皇上有了心虫 正在心头上呢 凭她什么心虫 昨日还是低贱的奴婢 今日就爬上了皇上的龙床 本宫还嫌她 脏了九州清宴的床铺呢 婉妹妹心直口快 这话可不敢往外说 这是实话 本宫竟然敢说 就不怕有人往外传 哪日非得叫这位心虫施了恩宠 她才知道厉害 皇上 听说您最近不喜欢您大将军 总是披折子责骂他呢 谁和你说的这些话 臣妾不敢乱听乱说 只是臣妾跟在华妃娘娘身边 总是听到一些议论 他们议论什么 说朕刻薄寡恩贬斥功臣吗 自然不是了 总说您大将军行为不检点 邓皇上生气了 朕生气 是因为朕看重年庚瑶 希望她事事为朕做好 不要落人画饼 也免得朕为难 原来皇上是心疼大将军 朕是心疼华妃和你 年庚瑶对社稷有功 又是朕的大舅子 华妃侍奉朕多年 又调教出你乖巧可爱 人心里有数 皇上 哥哥按本宫的意思 递了折子给皇上 皇上什么话都没说 今日倒是停了 对哥哥的训事 那就好了 贫妾也能放心了 你是不知道啊 本宫每日都知道 皇上在折子上是如何训事哥哥的 这心里真是一万个心惊胆战 幸好前些日子 宋之侍奉皇上 从皇上的口气里 听出 皇上还是觉得哥哥有大功于设计 是 本宫也可以放心了 皇上训事大将军 不过是那些无是生非的小人多了 要做做样子罢了 又怎么会真心的斥责大将军呢 你的法子还算管用 只要皇上见过奏折 能对娘娘更加眷顾 贫妾也就安心了 算你有信 只要皇上对本宫和哥哥宠爱如初 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 待到瘟衣成人之日 本宫会让皇上封你一个平位的 好 娘娘 知答应事情回来了 她想给娘娘请安 罢了 让她先歇着去吧 喳 等等 别忘了把本宫的参汤上给她喝 喳 是这儿 左儿个又是知答应事情呢 可见有娘娘调教 知答应果然颇受恩宠啊 这也是她自己的造化 本宫一样调教你 你倒不如她得宠 不过 这几日 贫妾的耳朵里刮过几阵风 听说婉萍对知答应受宠 很是不满呢 这些话本宫在皇上那倒是听了一些 难怪皇上今日怎么都不见她 原来是因为这个 皇上啊正在兴头上 怎么会愿意听婉萍这些吃醋的酸话呢 她若觉得酸 本宫就让她酸个够